试试试123有没有人听到呢? 当然听到啦 因为够钟开咪啦 哇 寒冷的冬天终于刹到你 所以今天的朝后早好像昨天也是低温的 你们好 我是Peter 欢迎来到开咪 今天和我一起主持今天的节目就是《扣奇号》 我猜不到啦 又是我啊 不要说笑 我发现了很多听众 YouTube的观众也好 Facebook的听众也好 每个人都很OK 很喜欢你们的题目 你们那天说冬天 或者之前很多不同的题目 例如A妹或其他访问 越来越多人收听 恭喜 恭喜 多谢多谢 也要多谢各位听众一直支持 不单止我们啦 因为你们收听我们的开咪 也等于收听香港台的 支持我们香港人 无论在世界各地的任何一个角落 希望可以承传我们香港人的文化背景下去 虽然是小小的我 但是有大大的那么多位可以支持住 我相信我们香港人的精神可以继续传承下去 那么说回今天这个冬天的题目 喂 你可不觉得这几天你一定听开不少新闻 你一定会听到不少开始说 现在入冬了 是吗 是啊 幸好入冬 我们在北美区 其实都不是一天的事 其实大家在北美区 我们住得久的时候 其实我们自己根本已经知道 有些什么会准备好 例如是开车的时候 最好买定冰胎 因为你下雪的时候不知道 有机会会有线胎 有雪胎会好些 你们会买一对比较好的鱼 一些鱼 不是钓鱼 或者不是别人的鱼当 街市用的 是真的冬天用的鱼 或者很多东西都可以准备好 如果准备得不好的话 随时就会跌倒 跌倒的时候就弄倒自己的手 就不好 没错 其实说真的 整崩一只手是少 有些人 我怕他的脑子本身就已经弄坏了 当然了 希望各位真的整崩一只手就算了 如果真的不小心擅长 整崩一只手 过去香槟就不好 这些事 不要说笑 哈 我也买了一箱香槟 我也不知道怎么喝 很快的 我经常都觉得上天是自有安排 一定有很多喜庆事 全部开始发生 就会有很多不同的情况下 都会开老香槟 也是 也是 而且真的说真的 天是 我也相信天是有安排的 有时候有些事情 我们可能觉得很渺小 没有人觉 没有人不回意 但是人在做天在看 有很多时候 有些事情 尤其是他 虽然我也是天主教徒 但是 他也自称天主教徒 又说 天主上天安排他做这个位置 又这样那样 大家都看到了 没事没有肝 你在你自己家里 他竟然 他说什么 他好像是 在吃晚宴 还是什么 那你也会弄出 你也真的很厉害 最小心 最雍容华贵 走下楼梯 你也竟然可以弄出 嗯 天真是 在这些情况下 就善你一旺 不是的 好像小孩 跌完之后 受过教训 有可能跌一跌之后 他会有个醒醒 对啊 我好像真的 是事后要做一些好事 也不一定的 退休 这是最直接的好事 不是啊 其实我很害怕 之前那几段 有人跟我说 假设性 如果某人真的退休 你真的不知道 下一个出现的是谁 就是 是不是 下一个出现的 怎么知道 原来糟了 那个原来不是 那三个数字 另外那其他三个数字 999也有 222也有 那麽大制 真的越来越麻烦 所以 我会觉得 希望 真的可以 找到一个方法 可以全部 大家一起去 我们重视这件事 关注这件事 去注意多些这件事 全世界 每一个国家 都说的时候 一起发声的话 就会变成了 有个power 有个力量 出来 大家就不会 那么害怕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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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不是一个小众的力量 而是一个大众的力量 为求可以推动到整个 无论是去到一个正常 我们香港人 期望有的东西 而不是一个已经被人 潜踏 游轮的一个制度 是的 我相信我们希望做的事情 题外说 我那天听了一个挺有趣的例子 我觉得挺好的 我可以用短短的时间说一说 假设现在我们全都住在屋邨 这个屋邨叫地球邨 屋邨A座 有个小鹅伯出现了 令整个房子 鸡犬不灵 很多人都很惨 又不能睡 又心惊胆跳 其实最好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B座、C座、D座、E座 其他不同的地方 这些每一个座数 每一个人一起去为了 只不过是这个村的和平和安定 然后去大家做一点点 大家去不要说stop它 即是去那里去停止它 去令到它不再做现在的事情 这个恶霸停了的时候 这个A做就有安宁 其实我们根本世界各地 每个都在做这些事情 很多人都不明白 就是你们搞这么多东西做什么 你们在北美区的关于你们什么事 你们在澳洲的或者英国的关于你们什么事 其实我们每一个不同的 我们叫每一栋楼 只不过在这个地球邨里面 我们每一栋楼的每一个我们 看不过眼一些东西 那我们就要出声 我们出声的时候 不是说我们多管闲事 不是说我们是八婆 只不过我们看到 明明就是这一条是雨水管 这一条是污水管 你反过来 你搞到整栋楼的人都病了 我们是时候觉得这件事 我们看不过眼我们要出声 因为你有机会 这些问题 会影响到BCD EFG 其他的助数 所以我们要出声 出声的时候 你不要阻止我 因为你阻止我的时候 其实去到当如果真的有事发生 疫情也好 病 或者污水染到我们 其他不同的动数的时候 我们想走也走不了 而同一个时间 我们想做事的时候 已经太晚了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有事发生 我们的崗位和我们在做什么 已经很足够了 完全正确 没错 我们每个人都担当着一个 无论是小齿轮 或者大齿轮 都好 大家都在这个 时代革命里面 都推动了一个角色 担当着一个 某一个角色 为了推动整个进程 所以就像球技术所说的 我们就算 哪怕你的力量多小也好 能推动到一步 慢慢一步一步 我相信都会有一个进度出来 向着我们的目标进发 对不对? 是的 大家努力加油 我也觉得很可惜 其实在这几年里面 很短短 其实斩了斩了 2021 2019 18 其实这两三年里面 真的发生了很多事情 其实大家住在同一条村子 你看到旁边的房间 又放火 又打劫 又嵌冷气机 又推阿婆出去 什么都可以发生的时候 你看到这些事情 你都觉得有些事情好像不对 而没有理由你告诉我 其实那里的火灼是有原因的 是一个很感人悲痛的事件 我那个人去打劫A座 其实打劫的原因都很感人肺腑 这些事情是不对的 你不要做一个很漂亮的故事 去包装自己的不是 嗯 没错 其实也是 有很多时候的手法 令到他很冠冕堂皇 要你接受那种想法 或者那种行为 然后就变成了 因为当一个人接受 两个人接受 三个人接受 一团人接受 那样东西就变成了一个大条道理 所以变成了 我们有时候见到某一些行为 或者见到某一些言行举止 我们真的觉得是越过某一些底线的时候 其实需要出声 因为大家既然住得同一条村 你说真的有一些事情 无论你未必能接触到你的神经 但是你知道在道德上 或者在伦理上 是越过某些底线 其实大家都有一个事份 基本上有一个发声的渠道 需要去说出来 是的 所以希望 将来的快11月 12月 希望过了今年之后 真的很多事情都可以 世界和平了 全部事情都慢慢回到平常 上轨道 无论疫情也好 所有的政权 所有发生的事情 不只是说我们自己知道的香港 例如是缅甸 很多不同的地方 其实很多现在 你见到每一个地方 都有很多惨惨珠的情况 如果过了今年 大家开始慢慢缓和 然后去改变 之后大家回到平常 这个就是我们最想有的事情 是的 你觉得会不会 我知道我们的愿景 最希望就是下年所有事情 疫情最好就没有了 然后所有经济 也都回到最初的部分 但是有些事情 其实你是 这一两年 你好似 不单只是香港 全球上 都其实 有一道很深深的疤痕 在里面 我觉得最影响最大 或者某些我们的习惯 其实在两年前和两年后 其实也转变得很快 举例来说 当然在家工作 相信很多打工仔 都生同感受 有一些就是 例如说大家都 习惯有意无意 都会戴上口罩 在公众场所 都很害怕 因为我看到现在 即使疫情开始比较好一点 还有很多人去超级市场 或者公共场所 都是照着手套 又或者面罩 再加上口罩 面罩加口罩 雙倍 打包 所以我觉得 这个也不会是一两年之间 可以令人消除疑累的一件事 是的 你说针打不打呢 其实说真的 是这些个人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 在卫生情况下 去看 口罩 我想 在这两三年里 这些东西都会像 平时我们出街穿底裤一样 一定会是更新的 是的 我见过 有很多的案例 其实都有一些 我们叫灰色地带 例如什么呢 我和你大家是朋友 我打完针 你也打完针 大家就安定繁荣 就是安全 我和你一起约 C、D、B 出去吃饭 那我们五个人出去吃饭的时候 其实一坐下吃饭的时候 大家是脱下口罩吃的 是的 整间餐厅 每个人都是这样做 五个五个五个 其实那里说 三十几四十几人 全部都没有戴口罩 大家正在吃东西 如果有一个人中 其实我们就变了 四十几五十几人当灾 现在我说的 这件事情 大家会警惕 我还是小心点 现在很多的中学生 有很多的小学生 他们很多时候放了学 他们会如何 出去球场 嘻嘻打球 其实我们避免不了 然后一下子就带回家 或者一下子就带回其他不同的地方 去完B那里打球 去C那里打机 再去D那里学琴 其实变成了一条链 其实很多时候 我很担心 这些情况 会不会突然这样 一触即发 九月十月 其实你会看到 现在的案例都平均 真的有很稳定性 有些国家就升到 神经病 好了 聖诞节 你会不会回家吃火鸡 你会变成大家团聚 大家又要买东西 那会不会变成一个很大的炸弹 随时会一触即发 无人知 我有一点觉得今年的假期也会 其实上年假期也不是 我觉得今年的假期也就是 那些人会如何太过active出去 跟家人吃饭 又或者好像所说 太多人的聚会 很多人都会避免 以前的例牌 尤其是在我们这里 很多加拿大人 他们很流行叫做亲份职友 然后在家里切火鸡 又是这一样那样的 又可能在后院那里 就算几栋也好 都开定个炸弹炉 一个人在外面就自己煎东西 其他人在里面吃 但是今年我觉得 应该少了很多机会 反而都是自己 在家里就算了 在围内就算了 大家打个电话 face time 那就算了 这个是担心的 我没有记住 好像你有兄弟姐妹 我自己也有兄弟姐妹 我自己未成家立失 你应该成家立失了 我猜 你自己也有个女姐妹 那两头家 大家一起 两兄弟一起吃饭 那你会两家人一起吃 再加上 再加上 爸爸妈妈 第三家人回来吃 那你会变成三个不同的群组 变成一个群组 吃完饭之后分开 那这个情况 我们算不算是交叉感染 有机会 是的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不同的情况下 我很坏地说 真的叫避无可避 只可以的就是自己做足安全措施 例如戴口罩 洗手 我前几个星期 我用了一个很噁心的概念 我走了去和阿周也说过 我和家和的Anna也说过 其实我们现在的生活 就等于我们戴避孕套一样 戴了就应该会更安全 但是你也不可以告诉别人 我有用避孕套 100%安全 不可能 就算避孕套的公司 也只会告诉你 98点多 99点多 会是安全 不会有任何问题 但是始终也有少少机会 会有高危险的 例如会穿了 例如用的方法错误 多少的人 现在就算你在一个摩路走街 你在一个超级市场走 无限那么多的人 他们戴口罩只是保护嘴 你的呼吸度是有鼻子 你不会阻止自己的鼻子 这些就等于人戴错鼻人套 你用了几次 或者你用了很多次的布口罩 你不用的 菌 或者你在外面接触的东西 全部都会在口罩里面 放在车里 曬干了 然后又戴上去 这些就是不适当的用 最后我见过最恐怖的是 他戴了一下 然后因为他戴眼镜 他走去捆一捆褲眼镜 口罩就掉落地 他就这样拍一拍 戴上他的口罩里面 这些就是我经常都说的 就是你之旅是保护到你 但同一个时间 你不适当去用 现在其实根本就令你更加危险 我突然想起你刚刚不是说被人套的这个例子 我突然想起跌落地下再带回 这个是没可能发生的 被人套就不会这样发生的 等一下 我们今天的题目好像不是这样 为什么会突然说到这么远 我的画面突然出来了 有画面是好的 证明大家还有一个创作空间 很无限大的创作空间 不过好像你所说 一定要先做足自己的本分 保护自己 因为这样就可以保护你身边的人 所以我觉得冬天也难以避免 大家包含一含 从头到脚 以前都说可以露面出来 今天就完全不行了 戴上口罩 你基本上是最安全的 算是 没错 不过来说 其实现在冬天 天气会越来越冷 除了保暖的衣物之外 又要加口罩 又要手套 其实都很多事情要搞 我有点担心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考虑过 那些人会常常戴着膠手套 去超市买东西 带着膠手套 保护着自己的手 冬天会冬 冬天的时候 膠会硬化 其实很多时候 这些安全的保护措施 或者另外第二个提案 那些人不是经常戴着烧海面罩 有些新的膠罩 罩着你整个面罩 保护着你整个面罩 其实那些膠 在冬天的时候 会很容易龟裂 这些情况的时候 我都担心 其实我没有见过龟裂 或者类似 但我都好像你这样 我都觉得会有这样的机会 另外一件事 我就是觉得 其实他们这样封住 尤其是冬天的话 嗯 不知道 我感觉上 他们的温差 会不会比较大 因为他们那种基本上是被迫着的 对不对 就是他们在前面被迫着 那好了 万一你开车之前 临入车之前 那一刻你没有脱到的 喂 你怎么下气啊 不知道 这样想多余 不过我觉得 这个也是一个大家要留意一点点的 你有没有试过你戴口罩的时候 户眼镜蒙了 你看不到前面呢 当然有 你想想冬天的时候 冬天的室温 外边的温度 以及你进入超市里面 突然急变的改变 你知不知道那个霞气的出现会多快 是啊 马上蒙了 所以希望大家做足安全做事之外 我们经常都说是 work smart work hard 你做足安全措施之外 同一个时间 你也要聪明地做足安全措施 希望大家要小心一点 对不对 对 不过我不知道有没有 防下气的噴霧 我曾经听过油 你有没有听过 有 我发现不效的 我试过一次涂上去 是否叫涂 涂上去我自己的眼镜片 我自己有散光 我便以为 怎样东西 整天的眼睛好像散光 好像看着灯的时候 有条线发出来 迫着副眼镜也有 之后我才发现了 原来那些叫anti fog 就是防止下气的液体 就是会有这样的液体 抹着也是有的 那我就已经放弃了 因为反而令我开车更加辛苦 我真的不知道 今天也很阻止你的视线 你这么说 如果你有散光 就是了 但是反而如果 你查了上去开车的玻璃 那里 真是正得不得了 冬天 或者你下雨的期间 滑水到那里 真是超级的 哇 那么多位听众 如果你们真的开车的话 就听一下邱吉浩所说 真的可能要入手一支 这些防噴霧 因为冬天是最 基本上最需要的 尤其是如果你不是开车的 后面没有水泊的 那些 我真的发觉一结冰 就算那条快烟出来 它溶了雪之后 如果你的温度 你知道有些人 喜欢搞车厂的温度 很高 焗桑拿 是的 焗到出汗 才会很热 你这支帕幕是非常适合 一定会有下气出现 因为里面热 外面冷 温差这么大 所以我觉得这些是我们所谓的工具 可以让自己在冬天的时候 有机会去为我们的生活更容易 说开车这件事 我想问你 你不要介意我问 你在加拿大开车这么多年 你自己是开开什么类型的车多? 不是说牌子 只是说是SUV 车仔 你是开什么多的? 现在我开的是四门的车 但是我曾经开过七人车 也有 即是那些mini van 是的 我和你做同事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开车车车 是的 你不是开那些 我以为你开那些赶绝外母型的两个人 没有 那些太赶绝了 我要变成一个稳重型的 原因为何我这么说呢 因为我发现了电车和油车 我们先撇除了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开电车 也有很多的关系和忧虑 因为开电车的朋友 就要找那些发电站 去补给站 去补给家电 去充电 充电 好了 油车现在就越来越贵 前几段阿周都说了 我们现在看到我们这边的多伦多油价 都吓死你了 由原本 大约 我们说的是半年前是110 109 然后上到119 我已经觉得 很贵 好了 现在外面的油价是149.9 150 151 我都见过 真的瘋了 好了 那发生了什么事呢 就是今天 突然有个人打给我 有个销售我 就是我家车牌子的销售 其实小弟就拿着很简单的车车 揭背的车车 你现在不简单 不是的 那家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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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中 Sherry 第 fix 这 skull 营伴共许对我 drei 大和我说了一有很好的认知 他讲了一个 meta-comill 男文 tense 不如你 考虑向 side 它說半電半油,用油來推車行電,總之50公里以下它便會行電 上去高速公路或多過70公里或60公里時,它便會自動行油 但好處是什麼呢?在行油的期間,它便會幫你充電 我已經說得很激烈,很激烈,很激烈 你問我的車價,我覺得相對亞洲區或香港的朋友 這裡買車其實是很便宜的,我覺得是便宜的 它現在給我的付款,是4萬多公里 四萬中,五萬頭,四萬中左右 我每個月大概要付的就是660元 但是我現在的車其實是付300元一個月 我便在考慮,其實我是否應該要換這輛車 如果換這輛車,我便要付雙倍 但是它便跟我說,油費便宜很多 因為你不需要用太多油 最重要是這輛車大很多,寬敞很多,你可以裝很多很多 最重要是它說了一句話,我便考慮了很久 它說這輛車,如果夏天駕駛或乾地的時候駕駛 原來有這樣的東西,我不知道 因為我對車沒有認知 它說扭一個扭,它便會轉為前輪推動 去到冬天,如果你譬如行雪地或雪梯 它扭一個扭,它便會變成冬天的駕駛模式 它便會變成四輪推動 那你甚麼輪都不會黏著雪梯,便不會煽太 我這件事便被它心心打動了 我便在想,我是不是應該,說真的 人始終都有貪心 我在想,是不是應該換車 這麼厲害的時候 因為我曾經有一輛Hybrid 是豐田那輛Hybrid 我曾經有一個,我可以說 如果,看看你駕駛的習慣 你喜不喜歡,你一定會恨死Hybrid 你一定會恨死Hybrid 因為它起歐那一輛,應該是否叫起歐 起歐那一輛是很慢的 因為它是要,引擎開了,然後充電 例如停紅燈,它就是這樣 停在這裡,然後整個引擎好像沉直了 然後轉綠燈的時候 你踩油,然後它才打開引擎 然後才去 現在那些歐洲車都是這樣 我上次試過坐過,我朋友的歐洲車 會有紅燈自己會停的 坦白說,如果是你的習慣,你一定會不喜歡 一定不喜歡 你想想想,何況你歐洲車都不喜歡 坐過你朋友的歐洲車,你都會覺得是這樣 你想想,你還駕駛了那一輛 那一輛都是這樣的 我要慎重考慮一下 還有另外一件事 它是600元,你原本現在是在付300元 當中的差價是300元 那我當你現在一個月,你想用到300元又很快 不用嗎? 應該不用 我想123元已經盡了 我給它200元以下 就是了,如果你說那輛是有交易的 那又不同了,政府有錢給你 但政府就算Tesla那輛有錢給你 車價也很貴 更何況它這輛是hybrid 是不是? 都應該未必有 所以就變成了更加 你付600元,但油費也要付 因為其中一個模式也要用油 所以我覺得真的要想一想 是的,他就跟我說 他說 平時你開車是開高速公路多 還是開普通城市多 那一刻我真的害怕 我想一想,我真的很深入地想 糟了,現在我正在這裡 我是什麼的 我工作自家 我知道將來我們將來 會有我們自己的地方 但是我們不會隔過海 都應該是在附近的地方 我走市區應該是比較多的 但是我沒有理由 真的為了一輛半電半油的車 我多給三百多元一個月 還要不知道什麼情況 有很多事情可能會有顧慮 現在我變成什麼呢? 車輪大了 雪輪又要換一條 又要補給又要不同了 又不知道它換有什麼情況 有很多事情可能會給很多錢 嗯 嗯,嗯,嗯,嗯 而且它應該給你一輛 SUV 是嗎? 是呀,對呀 你很聰明啊 哪一間就不要說了 韓國出的 都差不多猜到了 是呀,不過 是呀,是你講的 沒有,我想它是否有些貨 沒有人要呢? 因為你知散貨最慢也是其中一個 就是Hybrid 其實反過來 它現在告訴我 如果你要的話 你趁早下訂 因為現在 它說市面上 幾間不同的車行 都沒有車給客人 我說 我明天決定買 我一直問它 我明天決定買 那你什麼時候可以給我 它說 你等到一月頭 都要等到一月頭 聖誕節禮物 真的頂了 我嘔吐了 真的被它氣得到我 只要我跟它說 你這麼早就叫我 因為你是我專櫃的客戶 農曆 農曆新年禮物 沒有呀 如果真的買到一月頭到 但是我真的要考慮 因為我自己其實覺得 車的尺寸是不夠我用 我是想我的大一點點 其實如果是多一點點 已經夠了 就是這樣 那SUV就好像大很多 是啊 好像應該可以再看看 是啊 不過男人很壞 通常換一換一換 就越來越大價 由的士開小巴 由小巴開巴士 就是這樣 開完巴士開飛機 學不奇的 你怎麼知道 有可能真的 因為我那天也問過 其實你回來加拿大 你是喜歡坐車 坐公共交通工具 還是你喜歡駕駛多 他想到不想 立即跟我說駕駛 我問為什麼 因為自由自在的感覺 真的很好 但是他也很好 他說 我亦不需要很昂貴 很漂亮 我不需要這樣的東西 我不需要奢侈品 早知道走得 可以和Angie到處去的 已經很足夠 然後在那邊笑 那你買電的單車就可以了 說不到話 做什麼 大家就得一口笑 我覺得也是 不過 就是這樣說 如果真的選擇車的時候 你真的要看看冬天出車 會不會冬天再試一下車 會比較好些 到時候你就知道 究竟唯有一架Hybrid的車 對一架普通的電動 即是入汽油的車 究竟性能方面有多大的分別 還有你知道冬天 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件事 就是要換雪胎 大哥 你雪胎又重又大條 如果用SUV的話 對 那有不同的玩法 你要記住 我現在的車 那條T18吋 我現在將會出的那一架是21 很大分別 我和我展示了一張照片給媽媽看 媽媽說 哇 你去打仗嗎 我說不是 是那個人想我去打仗 他說這些車是打仗才開過 我說不是 媽媽也說 其實一架車大一點 也安全一點 至少 你譬如有什麼事發生 大車的安全度肯定是好過小車 但我又不同意 我自己有一點不同意 因為我以前試過開一架聰明車 一個不聰明的人 因為那時候的車價真的很便宜 我完全在世界各地 我未找到一架車的月工 我說的是金融員 月工 我可以找到80元一個月 這麼便宜 超級便宜 所以我立即想到我可以簽 然後就立即出了 頭四個月 我很開心 完全是 我是主宰全世界 我去到下面下跌 每個人拍不到的位置 我直接扭進去便宜 因為我的車真的小得很習慣 因為那是聰明車 之後到高速公路便有點危險 就像別人在開小型車子 飛來飛去 但如果你習慣了的時候 其實是很OK的 最重要的是 油費真的很便宜 便宜到瘋了 是說那時候的油價 我真的28至30元 我已經打爆肝 但你的高速公路有沒有140元? 我不敢 即是有的 他寫120元 但我怕我會飛出去 所以我不敢 我試過踩到盡 在高速公路踩110元 我已經覺得有少許駕駛 動得很厲害 在那裡搖 所以我覺得還是不好 收慢油 收慢油 嘩 不過是好玩的 真的好玩 夏天便好玩 當然 冬天 我沒有試過 如果很大雪駕駛 我沒有試過 如果冬天很寒冷 但外面的路面很乾爽 我經常試過 但如果下雪時 我真的沒有試過出過車 那你真是天保佑 真的 說真的 你這麼小的車子 大風大雪的時候 真的很危險 那當然 那時候只想你貪便宜 而且只有我自己一支工 有什麼工作 我來去都要上班下班 我後面一點 那時候 我在雪山的滑雪場 我是做拯救隊 我的工作是做的 其實我也沒有任何需要 我只需要什麼呢 那件雪褲 那件雪褲 我對滑雪鞋 那塊滑雪板 加上我的救生衣 即是救人的救生衣 加上頭盔 其實全部都放進車尾箱 滑雪板插進車尾箱 滑雪板插進車尾箱 橫的 就出發了 來來去去 一小時兩個小時 來回來回 就是這樣駕駛 其實我又不多說很危險 但是去到現在大過了一點 我就反而覺得自己那時候 幸好自己沒有死鬼了 因為在那些高速公路 和貨車經過 真的挺牙煙的 可能你做過那些滑雪的事情 我又刪開的話題 你做過滑雪的拯救員 我覺得那些都不容易做 因為第一 首先你要滑雪 也要有那麼長時間 第二 你要懂得拯救 第三 你那個臨場應變 也很厲害才行 對吧 因為你想想 那時候我最近看了一個影片 說有一個年輕人 他是真的跌死了 他就是掛著 原本他打算給其他人看 他就在那些藍車 那些燈山的藍車那裡 就給人看他怎麼可以單手勾在上面 誰知道他不會雙手的 勾勾一下 鬆了下來 變成單手 然後全部人都停在那裡 然後嘗試去救他 留在下面又撐著一些東西 結果他真的不夠力 掉下去就死了 你就是傻了 那些傻子 簡直就是這樣玩命 但是我覺得做你們也不容易 說真的 其實拯救的課程是可以讀的 其實讀的期間 過程裡有很多有經驗的人 會跟你一起去學 會教你 他會把他的經驗教給你 其實這些就簡單一點 你說滑雪 其實是當你 我們簡單來說 叫做 學會了基本功的滑雪 因為在滑雪的過程裡 有分三個階段 比如 初生 企業 算是更強一點 還有專級一點 專業一點 其實三個不同的層次 其實在考考的過程裡 當你經歷了那三個層次 而是那個考官都覺得 最簡單的就是 你可以在雪山下來 例如是平板落 或者是直板落 是完全能控制到的 有什麼事 有障礙物 你可以急停殺停 有任何情況下 你會知道自己有什麼應變措施 全部所謂的事情 你可以做到 是OK 臨離盡致 你自己可以下山的話 其實頭兩個層次已經很OK 第三個層次 就是我們叫做專業D的層次 其實那個考場也很麻煩 考場在滑雪場裡 有分不同的階級 就是在滑雪場的場館裡 有些叫做藍石 有些叫做綠石 有些叫做黑色的寶石級 就是黑色的寶石 就是最高級 或者叫做Double Black Diamond 那是怎樣去衡量的呢 第一就是它的斜度有多深 以及它的狀態有多危險 如果它的雪地有很多很多雪 其實大部分你會看到都是藍色多 如果那裡全部都是黑冰 我們叫做什麼黑冰 你以為是雪 但其實你是踩在冰上 還要是急斜的冰 是的 專業級就是要你用一塊滑雪板 或者是用那些Ski 兩條那些 就要在那些我們叫做 商級的黑鑽石的軌道那裡 要急停急殺 再加上什麼呢 有時候你要帶著你的傷者一起下山 要是安全地下山為止 那你就會變成PASSY這三個階段 然後最後最辛苦的就是我叫做駕駛的士 因為救商車就上不了雪山的 雪山中段也不能有直升機降落 所以就要靠我們這些步兵 就是上到山頂 然後要去到傷者的位置 之後就用滑雪的方法去到傷者 就會幫傷者包紮 之後就會放進一個很長方形的一個兜 我們叫做Tobargan 我叫做的士 你可以隔一次性就是一個很長方形的鐵兜 將傷者躺在鐵兜上 有塊很大的尖蓋 就蓋住它 就包住它 讓雪不要進去她的身體裡 那個兜的尾部 就有兩條的大鐵通 那你就要開著那條鐵通 用滑雪的方式 就拉上傷者 一都 unip往山腰 山上去和救商車回合 這是有很多救商隊裡 每一個人都要考的一科 而是最辛苦的 因為體力勞動 平衡力 那一日的情況 究竟有沒有冰 有很多因素都會影響到你的科目會不會通過 通過之後其實是頗好運的 當然,這麼少人可以通過 我相信少人通過,不會容易通過 唐人感恩什麼呢? 這兩三年中,唐人入伍的數字是多了 上當年我們做的時候,一個滑雪場可能只有1、2、3個 現在起碼也有一隊Crew,叫唐人Crew 因為是專給一些懂得說國語,不懂英文 或者懂得說廣東話,不懂英文的朋友 我們也要做翻譯 有時候我們送她去醫院的時候 因為人們經常發現了什麼呢? 你咬柴,弄傷腳,都是這麼簡單的事情 其實不是的 雪山上最多的問題是什麼呢? 通常我們叫做blackout 即是突然我們暈倒了 或者我們昏迷了 當她醒來的時候,很多事情可以發生 例如她有可能會腦腫 又可能她會昏迷醒完之後 我試過有一次,有一個患者 她不知如何摸,突然炒了樹 然後我們在急救的過程中突然醒來 我問她,你叫什麼名字?你多少歲? 這些是循例也會問,看看她是否清醒 她在毛尼拉根,她的名字,歲數,出生年月日 她很清醒 她突然跟我說,為什麼我會在雪山? 我明明和我媽媽在吃飯 我問,你記不記得今天多少月多少日? 她想回上個星期發生的事情 其實她已經去到半失憶狀態 突然昏迷完之後 她以為自己上個星期的事情 就是現在發生的事情 在腦震盪的情況下 我們要馬上傳送她去醫院 其實有很多這樣的情況 像你所說 其實我覺得每一件事都很... 我不想用刺激 但每一件事都對我來說 都是很緊張的 總之每一天 一去到滑雪場 裝備好自己 吃個早餐 早上7時半 上山頂 準備好所有的東西 到下午6時 可以忙到的地步 一天二十三十個患者 是完全不是一個問題 經常發生的 很多的 是的 外面那些急緊急室 都差不多了 更何況那個咬柴 這個炒樹 這個撒傷 那個流血 有很多事情會發生 你看到最多的都是咬柴 我相信已經算是比較輕鬆 是否最多都是這類型 我見過最多的骨折 即是直接骨折了出來 因為我們滑雪場 有些人是玩的 即是鐵欄杆 你不用滑雪板 你普通那些 那些什麼 滑雪板 都有這些 那些滑板 即是那些年輕人 半月形 飛起 然後就飛過去那些鐵通 那裏 鏟落石級 即是有些這樣的事情 其實滑雪場 是有很多這些事情 那些人很想試 試那段期間 你就會解僱自己 我見過幾個都很極端 有一個腦震盪 有一個是 提外話 那個是一個小朋友 那個媽媽不小心 想著拿一條繩綁著兒子 拖著兒子下山 誰不知就鬆了手 那條繩綁著兒子 又試過 我試過見過的是 大腿骨骨折 脫了出來 我試過胸骨骨裂 然後插了肺 有很多這樣的案子 都有 所以其實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說 玩歸玩 你不要用一條命來玩 這些事情 真的要安全先 是的 你飛出去那一刻很帥 就像一首歌一樣 讓我飛出去 之後就不知去了哪裏 之後你會變成有很多事情 令我們覺得很大劑 去到最高級 就是真的上直升機 就是 有一個部門 就是專門準備 就是經過 全部一起收到電話 就會上直升機 就會去到一些滑雪場 其實一邊就是滑雪場 另一邊就是完顏峭壁 或者一些不是賽道 不是滑雪道 那些年輕人也很喜歡 不如試試在那裏 滑下去看看會怎樣 有些人是這樣的 神經病 有很多時候 他們那一下 跌斷腳 或跌斷腳 就會叫我們 或者叫911 叫救命 之後我們就會 真的直升機 好像電影一樣 吊下去之後 就綁他下去 一塊很大的洞 那裏 趁他去醫院 那些情況 所以其實這份工 你問我 我是很喜歡的 我真的覺得這份工 很有意義的工 但同一個時間 也很危險 因為他有危險發生 才叫你去救他 其實我正在去一個很有危險的地方 去令到那個人安全 但我會有危險 當然 當然 我正想到 好像剛才所說 如果他們挑戰自我 去到山的另一半 你知道那裏有多樹 那些 因為那些樹架的時候 已經是 只是掉了一些葉 你可以想像到很多樹架 樹架 很多很多很多 然後裏面有很多石 又不是平坦 他真的 可能就 固定在某一道中間 然後 你又要下去找他 他又要不要再繼續跌下去 然後 還有直升機 可以找到你們 嘩 其實也很危險 不是經常有直升機的 九成時間 我們都可以在滑雪場 陪回到處走 或者去山頂 看著其他不同的跑道 有沒有事發生 通常都是這樣的 但是 始終有一兩次都會是嚴重的事情 很多都很嚴重 很多時候 意外的事情沒有人想 你開車也有可能會喪生 但是 有很多事情可以避免 盡量避免 例如什麼 安全措施 那些人叫你開電單車 你都會戴頭盔 為什麼你會懶形 你連頭盔也不戴呢 有很多事情可以避免 是 你令我想起 就算在香港的時候 有幾單 即使你戴了頭盔 在香港有幾單踩單車 戴了頭盔 衝下去的速度 還要撞起來 硬物的時候 硬物是沒有在動的 也是硬的 所以你的頭盔是立刻裂 然後輪到你的頭 撞起來 我記得有幾單都是這樣過身 所以我覺得其實滑雪也是差不多 所以 工具 用具 任何装備 任何裝備 都好 其實如果你是能付得起錢 或者你覺得能付得起的話 我寧願買一個貴一點 人家收得你貴 是一定有原因的 即是一個頭盔 我上次在香港 我看過一個電單車頭盔 電單車頭盔是說 九百多元 一千元 鬆一點 港幣 還有旁邊有一個 是二百多三百多元 之後我問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分別 那個人當然想推銷 這個當然比較好 拿起手 輕很多 之後又說物料 其實為什麼會這麼貴呢 你試試撞一次就知道 那個人只不過是保住你的臉 不要損 這個就肯定你肯定你的頭不會有事 這麼大的分別 然後我回到家 我上YouTube看 我抄了一些名字 人家做的測試 真是嚇死你 他等了兩個頭盔在桌上 拿了一個很大的 人家裝修用的大槌 他打進去那個頭盔 那個頭盔可以裂到破爛 裡面只剩一條膠 那個九百多元 一千元的那些 完全完整無缺 你看到的分別就是 你現在是說你的命 如果炒掉了 我進醫院要睡幾個月 那條醫藥費也是這樣 你更何況可能就是 因為我貪便宜買二百多元 我連命也沒有了 早點回去見耶穌 你真的說得對 當然啦 希望大家都身體健康 因為你知道 就算有個頭盔保障到你 難免你自己好像電單車一樣 你炒掉的時候 你的身體沒有了盔甲 難道你穿著一些 所以其實都很危險 怎樣把這個危險程度減到最低 才是你所說的關鍵 因為有些事情明知 那件事是危險 你都很重要去做的時候 難聽你的一句 你正在問他 對吧 所以我覺得你剛才說的一件事很適合 就是盡量避免不要太愚蠢 有些事情明知 告訴你不要做 你就真的不要做 如果萬一你真的覺得要挑戰自己 你也要買一些貴一點的東西 是啊 很多時候我都會做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作為父母的大家 你當然會想給你最好的東西 給你小朋友 奶粉 你會選一些漂亮一點 你會做一些資料搜集 這幾隻都不錯 這隻都不錯 對吧 床褥床架 你全部都會選一些 要麼如果你給得起錢 當然要找些最漂亮的 要不然的話 起碼都叫做五顆星 你都會先做一些搜集 你知道這一大堆東西是可以的 那去到你自己 那為什麼你會 算了 我都是用一些便宜的就可以了 真的不需要這麼貴 其實你的命比大家更矜貴 你要是一家之主 不是說你家人不矜貴 是每一個人都應該是矜貴 嗯 說得對 很多時候我都說 沒有錢不要緊 或者你不想浪費這麼多錢不要緊 那你就做一些資料搜集 怎樣可以將勤保住 或者這裡減少少 這裡加少少 去大家平衡 不需要每次都買個袋 要外馬士 你用得兼夾好就可以了 我意思是不一定要是漂亮的品牌 但是你也不要做一個愛士碼 說得明是哪一個國家出的 之後還要是不知道哪個龍缸製造出來的 這些你自己都會看到 嘩有些問題 不過便宜我用 出事的時候 誰知道被穿了 這樣你就會大劑 其實你說起來也是 有很多我們日常的用品 到了冬天的時候 真的不可以省 除了你所說的 頭盔之外 其實 無論剛才我們所說的車輪也是 保暖壺也是另外一件事 很多人喜歡保暖壺 但是貪便宜 沒有查清楚 究竟它裡面的水銀程度 又或者余熱的時候 會釋放出來的某些的 chemical 究竟會怎樣影響到你健康 於是故事失比了 為了便宜 貪便宜 所以我覺得也是 很多時候 便宜 不是說不買便宜的 但是便宜得來 你會覺得它是有那個價值 就算是一元 你冷派的東西只是一元 如果它給回來的東西 是令到你減少的時候 其實你是買了一件負數的東西 我又要說一些壞事 這也是壞人教我的 香港好像有十元店 最便宜的十元店 北美叫做Dollar Store 即是叫做一元店 你會不會去一元店 你會不會去一元店買個避人套 那你為什麼會去一個 真是有品質保證 一間大的藥廠 才去買一個避人套 去保障自己 保障你的伴侶 是因為你去信 這裡買的東西 和這個品牌的東西是安全的 是 那為什麼你會去相信 某一些國家 或者某一個地方 製造出來 大佬是一元和十七元 或者是十元店 和六十多元的分別 但是現在你是說 算吧 我也是沒有所謂的人 我用了十元店 買的十元的病套 其實你現在是 我不是說有沒有BB 我不是說受孕 我不是說受孕 我不是說會不會傳染其他病 你現在是說 你將自己的生命 放到一個十元的價值 去保障自己的安全 如果你這件事 你覺得 隨便好 你講得很對 Peter 你講得很對 那你一點也沒有錯 那為什麼你會買一個 你踩單車也好 你駕駛單車也好 你就算是私家車也好 你怎麼會去買一架 很便宜很便宜 便宜到瘋的一架車 可以了 開到它爛 開到它丟掉就可以了 別人買到很便宜 一定有很多東西要修理 別人買到很便宜 是因為一定有很多東西 你要去顧慮 要去顧慮 要去擔心 是的 你說得對 還有很多時候 那個便宜的來源 你都要知道 為什麼會這麼便宜 沒錯 因為背後有很多計數 在後面 你不知道 它可能在這裏 偷工減料 又或者那裏 其實就比其他人薄些 好像你剛才用這個 condom的比喻 也可能在這裏 變成只有一個尺寸 便宜不完 所以很多時候 真的要很清楚 究竟你買的東西 最重要是它的功能 一定要先走 美麗 我覺得也是其次 真的要有功能 是的 這個真的 所以我們說了很多比例 說到大江南北 有一件事 我覺得大家 最後我們可以檢討 這件事 而我不是建築 我不是建築 但有很多時候 你一看到 手頭上 全球 我說全球 不要說哪個國家 全球有很多一些 project 他們建築 做出來的 例如是 那些 地鐵站 我們叫做 subway station 或者是有些大廈 為何有一些國家 你拿一條棍打過去 拿手指睹也好 任何情況都好 你不會看到 建築物有任何的情況發生 而你會覺得 為何這一個 一剝開 原來磚裏面是萬法寶膠 一剝開全部 裡面只有沙 它只不過是蓋著 遮醜 為何會相差這麼大 原來這邊的成本價 真是十分一 原來這邊要貴十分九 現在不是說價錢 而是說人命的安全 如果你建一棟大廈給我 叫我上去 家豪 送一個康島給你住 20樓A座 我上去 一剝開 原來那些磚裏面的磚 全都是發布膠 不過 家豪很便宜 外面賣屋 三十多萬 現在這裡有三萬 我會不會真的省錢 買三萬的加幣 因為自己真的省 還是我應該去想 怎樣可以令自己安全一點 我明白的是 錢很難賺 我很明白 因為我也窮過 我自己也辛苦過 但是有些位置 你真的要保障自己 和家人 和家人 但一些安全的安樂 你要 нем更多 hai 令到這件事實踐 不是說便宜便便宜 這些便宜便便便宜 買一些很簡單 很樓宋的東西 要到有什麼事發生 否ных人都被駡 他已經走光了 那是只能你 crying 你的家人便宜了 唉 這個一定是 大家便宜反思 尤其是對你們的建築,準備開始買新樓的時候 真的要檢查清楚裡面是用什麼物料等等 因為我們都聽過不少新聞,無論是在內地也好 或者是世界各地也好,都聽過一些不單是 以前我們經常說短裝短裝,現在短裝也不是 是裡面連製造的物料也有問題的時候 大家可想而知,其實在你買的那層樓 你給了這麼貴的樓價和時間 會不會其實都想,可能會知道 這層樓是不是真的這麼安全呢? 因為始終都是一家人的押遮頭 最好都是一定要知道有個保障在這裡 令自己買個安心 不過來到這裡,我們都可以先喝一杯茶 沒錯,可以真的休息一下 我想這麼久以來,我們第一次合作無間 未試過這麼多的話題可以唱所欲言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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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所以我們要開始要進入倒數時間 不知道情況會這麼妙 是的,不過真的很感恩,很感恩有這個平台 真的有很多人可以在這裡說很多不同 唱所欲言的話題 講書裡面的內容也可以 好像Rita,初浩基走出來 真的有很多不同的話題可以告訴大家 其實我們最想做的只不過是 將我們這一群同一群理念的人 一起聚在一起 去找一個平台給大家去聊天 嗯,沒錯,沒錯 我相信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希望下一次我可以繼續吹多些不同的水 帶給不同的資訊給大家 因為實在實在太寶貴了 我們好像今天知道更多關於冬天的應對措施 我們星期五開麥繼續見大家 OK,謝謝